這件作品其實是我最近期研究的一個系列主題 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那它的來源是關於一本1970年代的未來學書籍 叫做《未來的衝擊》 英文叫Future Shock 它的原作者是一位美國在1970年代開始 就是最具影響力的一位未來學者 未來學學者 Evon Tufter 那它這本書在1971年左右的時候 被迎進到台灣來做中文版 那我在大概幾年前的時候 從我祖父的我阿公的這個書架上拿到 才開始對這件事情產生好奇 因為裡面很多的預言 還有很多的觀點 跟現在的社會 它大概就是跟現在的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程度不一的連貫性 或者是程度不一的相似性 那裡面很多預言也有部分成真 也有一部分是失敗的 或者是從現在的價值觀來看 它有一定程度的錯誤 所以我好奇的是說 台灣在當時候作為 開始啟動一個 成為一個世界的一部分的時候 希望成為一個西方體系的一份子的時候 他們如何去看待這個來自西方的 關於未來 或者是關於現代性 現代化 或者是關於成為一個更進步的社會的想像 是神 所以在當代管這邊我展出的 主要是以一個比較觀念性 或者是想要呈現我思考過程中的一些段落 希望把它們拿出來 跟觀眾分享 那主要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是有一部電腦叫Oliver 那這個電腦是當時在這個書裡面 1970年這個書裡面所預言的一種 很多功能的個人 個人配備 那這樣的配備 它具有很多 生活性 還有預測性的服務 那裡面 談到很多消息 關於健康啊 還有這個人際關係 或者是 很多 關於數據方面的這個判讀 所以其實它跟現在我們的 行動 行動時代的這樣的生活心態 還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但是不要忘記 它是一個來自50年前 一個來自過去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此時此刻 重新利用這本書來回顧 我們對於科技 對於 人現代化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 憧憬或者是想像 或許我們能夠重新看到一些 我們不曾想過的 觀點 或者是可以翻新的空間 大概是這個作品 以及它的整個系列 主要訴求的目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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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